透過電腦斷層影像看到 頸椎與胸椎之間有顆3到4公分大的 脊椎內硬腦膜瘤壓迫神經 而這就是造成病患下背部疼痛的原因 4年多的時間逐漸向下影響到雙腳 頸椎的第六節到胸椎的第二節 那有很大的腫瘤把神經整個壓迫得很厲害 確診後立刻安排手術 清除腫瘤面出神經壓迫造成癱瘓 甚至死亡的威脅 而這類的疾病 初期症狀和脊椎退化非常的相似 但還是可以透過一些徵兆來觀察 一般的脊椎退化 通常我們復健就可以改善 可是如果是脊椎腫瘤 他腫瘤持續壓迫 所以復健可能幾乎完全不會有效果 在他進行是會越來越差 那到比較後期 當然感覺運動都失常了 脊椎內硬腦膜瘤 好發於40歲以上的女性 初期症狀類似腰椎退化 如果腰椎治療後沒有改善 或是有走路失去平衡等症狀 就要懷疑可能是有其他的脊椎疾病發生 大新聞黃線張震榮 台北新電報導 現在用消息了 經濟會 雙ório